台南六甲火警的現場 在中午過後 可以看得到怪手 總算是開始動作了 而他們現在先把原本堆在門口 也就是鐵門外頭的 這一個堆積物來進行開挖 來看看現場的情況 可以看到原本像座小山的 這一些雜物一挖開 裡頭有水管 有油桶 還有一些像是這個割草機 或是發動機的一些零件 而其實裡頭有許多的鐵架 以及這個鐵製品 看起來就相當的雜亂 而且再加上有些油桶裡頭 也許還有一些油氣 也因此看得出來不但很難靠近 而且也有很容易的這個易燃性 而目前在中午過後 目前救災的進度 就是要把這些物品先暫時開挖之後 才可以往裡頭來繼續探索 而由於目前這個雖然火勢已經撲滅 但是這個監視人員由於受到這些雜物的影響 無法進到比較火場的內部來針對起火點進行探勘 因此必須把鐵門外頭以及鐵門內部比較靠近外側的這些雜物 已經排除是起火點的部分 先行拆除之後才可以有進一步的動作 而我們最新的消息就在剛剛的一點左右 位於三樓的這一個賽衣場的五位這一個死者 遺體也已經全部運送離開到現場 而檢方也會到附近的殯儀館來進一步相宴 以上是我們收藏到的聲音情況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